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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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高级名牌啊 专业 都是高级名牌 每一件都精致无比 灌注了我朝设计师的高端的智慧 红布花要偷走的 并不是这些赌兜 而是创业 创业 我大宋对金朝 很多产品都限制出口 其中就包括了这些大宋精品赌兜 金朝人都没买过 买不到 也没听说过这些赌兜 只要他带回去 把这些赌兜当作了样品 大量的复制 并且在金朝即将举办的 剁手节上面出售 一定会空前的火爆 让他赚得是盆满钵满 这些大宋品牌的创意 才是真正的聚宝盆 对 说你为金朝偷的是个聚宝盆 你服不服 不服 带走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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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发肚刀了 来 好 好 好 这谁的 好 这谁的 我有票 我 我 我 失而复得 失而复得啊 了表现 这些干吗 干吗 干吗 这些干吗 谢谢小哥 我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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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无诺主持人 无诺主持人 景物依旧 人是与非 你能把那件东西再给我看一下吗 端木先生 是时候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说你是受了谁的指使 还不从事招揽 不要富与顽抗 你如若不招定有你好果子吃 哼 你还装死 告诉你 装死你也洗脱不了你的罪心 三哥 嗯 我上次见你死了 三哥 他好像不是壮年 这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 闭嘴 我闭什么嘴啊 我要让全皮干净的都知道 五公子 在赌场发生什么事里有可能 不可能因为你输去袋瞎上 放屁 连开十个大 怎么可能啊 来我们这儿 有赢就有输 你们就是出老千 百山赌坊 出老千 五公子 再喊 别怪我们不客气 你们打死我 你们还是出老千 不 不 不 来吧 来吧 不 来吧 来吧 五公子 人家 你要这么说 我信五 吴 我姓吴 吴 你姓吴 你是蜀王无锡的长子 吴威 你要做什么 是你想做什么 我 要不要再赌一把 可我的钱全都输光了呀 不用钱 那有什么赌 用你的命 我以为你 关小络 来来来 听我的 林泰鼎 好 邓哥 邓哥 你忘了我叫什么名了 王不动 侦探社案件研讨会 现在开始 我是主持人彦七 今天的题目是 童不花是怎么死的 这还不简单吗 潮三无二破案心切 刑讯逼供一不小心 把人给弄死了呗 刑讯逼供不至于 我分析吧 就是公堂上气氛太压抑了 潮保证审案的时候 为了气势大呼小叫 一惊一乍的 给他吓死了 所以童不花的死因就是 心理素质太差 你怎么知道童不花 心理素质差啊 你怎么知道 心理素质不差啊 一个敢偷杜兜的人 心理素质应该还行吧 你那么说也对 那他怎么死呢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 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 那也是真相 你知道真相 如果童不花 他不是被刑讯逼供而死 也不是因为心理素质太差 被吓死的 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他是被一个绝顶高手所杀 什么样的绝顶高手 此人 定是潜伏在我朝的惊人奸细 也就是童不花的上级 据宝盆任务失败之后 未免身份暴露 自然要杀他灭口 王老大 好像有所指教啊 我没有指教 那你怎么好像一副很不服的样子 我没不服啊 就有个事弄不明白 正好向你请教一下 好说好说 尽管问 听说这五座 并没有在童不花的尸身上 发现有任何伤口 也没有看到 有任何下毒的迹象 那你所谓的这个绝顶高手 究竟是用什么手法 扎死了童不花呢 这绝顶高手自然有绝顶高手的手法 有道理 我没事 坐下 小心 我批你啊 还没事呢 没事才管 你呀 受了惊吓 必须得喝酒才行 小雅给他来一壶清风酒 你们俩怎么来了 燕七跟郭大璐刚走 他们来干什么 燕七啊 揪着郭大璐来的 说是要锻炼他在 复杂情况下的 情报搜集能力 刚好俩人啊 偷看了一会儿这标尖 结果郭大璐突然说 自己有什么事 要走 燕七拦都拦不住 还挺不爽的 你这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他呀 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噩梦 然后从那以后就失眠了 哦 没事 你在我这儿喝点小酒 坐等猛料 帮你把噩梦 统统都忘掉 什么猛料啊 你们知道谁来了吗 谁啊 支县大人 像这一般的场合 大人您也不会亲自假救食 情况特殊嘛 是是是 你准备什么去拍 大人 您看 蜻蜓调路啊 诶 这个好 支县大人干嘛 有一位传说中的 重要人物要来 谁呀谁呀 来的这个人 就是提点黄承司梁大人 专门负责监督财政的 执法官 那所到之处 无不问风丧的 你想生怕 得救出什么问题来 这不是支县大人 请人家梁大人 来吃烤鸭吗 最贵的也就是把烤鸭 请这么大官吃饭 就吃个烤鸭 这才显得廉洁是个清官呀 我能不能闹 来了 来了 梁大人 您能来我们这种小地方 实在是荣幸至极 下官有识远迎 恕罪恕罪 李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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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了 我倒酒 看潮三无二 尝尝 赵太郎 一盘上红的牛肉 一盘米纸托牙 他们仨怎么干上 跑堂的活了 这不是给支县大人 撑撑场面了 得做做样子啊 对吧 小不小的 那俩成道活许人也 活许人也 咱们大宋的这个纸币啊 要用它少杀的闹门硬性 盖过章才算钱 那它是不是随便在什么纸上 盖个章 那纸就能当钱用了 你看你就是很少用纸币吧 我花钱的时候 确实也没仔细看过 那我要跟你普及一好 除了硬性 纸币绘子上 还要有一个特殊的图样 才算钱 图样属于两外的钱 钱管院的钱管 很难放到 而且三年才换一次图样 对 它俩成道 它俩成道再厉害 也不能随便拿一张纸 盖一股张就算钱吧 塞子 现在好像有道路要换 图样的事儿 肖默不才 给梁大林献上一首 清平调 表表心意 是他 行 好 云响衣裳 花响容 春风拂戒 木滑农 若非群玉山头戒 会响摇台 月下风 好 好 这老头失淫的是真不错 喂 喂 什么老头啊 这是传奇巨型啊 传奇巨型 你不是爱你的 他就是传手中 借过饶福公主的那个 绝世名名 萧玉郎啊 他就 他就是萧玉郎 萧玉郎 萧玉郎 你干啥呀 一枝红叶 梦云香 云雨雾山 望断肠 借问汉公 谁得事 可怜飞叶 以心装 将军 好 变笑 变笑 休息了 休息了 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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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自从遇见你之后呢 我有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呀 以前我听人唱词呢 只关心唱词的姑娘 长得美不美 现在 我只关心词写的好不好 那是为什么呀 因为唱词的姑娘 长得再美 也不可能有你美 所以没办法 只能关心词写的好不好 我该说你耿直 还是该说你狡猾呢 耿直 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你听过的词里面 你觉得哪首最好听 就是那首 衣带见宽 终不悔 为衣消得人憔悴 你觉得不好啊 没有 只是太多人唱了 其实是因为我还没有爱上过什么人 所以 所以 那个 谢谢啊 我第一次来你这儿的时候啊 我当时就坐在这儿嘛 我特别紧张 我都不敢看你 然后我就 东张西望 我就望你那儿有个箱子 箱子在那儿动 后来我一琢磨箱子怎么会动呢 我就是 太紧张地害羞地 傻瓜 那箱子好多人都放在那儿怎么会动呢 对 我就是说啊 就是就紧张产生幻觉了嘛 你这么撩女孩子 太没有继续水平了 我没聊 我真的没聊 我传授你一个方法 你真正地想要撩撩女孩子呢 一定要用一些高级的羞赐手法 比如说 一安居士的 此情无忌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赏心头 此情无忌可消除 什么都叫 好看啊 不好 晴晴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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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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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 走 走 就别 别 别挤掉气息 混 啊 走 走 还带着一个锁 藏得这么隐秘 一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这什么 风景画吗 我给你加工箱 我给你画一坨石 核心核心你 你看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玩得挺可爱的 薄华人独立 微语 面霜飞 天涯地角有救生有相思 问世间情为何物之交生死相许 都是一些言辞银句 而且每张字帖自己都不一样 根据本大侦探的推测 毛细细她收集的不是字帖 二十钱难有 郭大璐 不用谢 大璐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房间估计也是一片狼藉 不好见客 那不行 我必须得进去 这万一有人乘乱在里边 不想什么机关呢 你跟紧我 咋个事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哎呀 什么呀 什么呀 长一段 泪难收 这一路 相思崇尚小红楼 夜月一连幽梦 春风十里柔景 今风一路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 从没爱上过什么人吗 我是说过 那怎么有这么多情人为你写词 你还都保存起来了 全都是一个人写的 你别骗我 这自己都不一样 全都是我写的 你可拉倒吧 你 从小 我就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 总是喜欢模仿各种人的笔迹 给自己写一些话 对啊 好像那样一来 就没有那么孤单了 但是可笑的是 长大之后的我 依然如此 你现在看到的那些字帖 就是我写给自己的情书 因为我总是幻想 有那么一天 会有一个人出现 他会爱我 会无条件地信任我 来 失恋了 谁失恋了 你才失恋 没事 没失恋就好 振作精神了啊 侦探社夜间研讨会 就要开始了 我是主持人艳七 为了提升咱们侦探社的 业务水平 今夜的题目 是一桩至今无解的 历史奇案 你怎么猜得出来 不是猜是推理 一样 猜对了又怎么样 我又不认识历史里的人 那你就错了 就在今天 咱们还见过这段历史当中的 一个人物呢 谁啊 肖玉王 你说的是真假柔福公主案 正是 你想说就说 反正我猜不出来 不是猜是推理 主持人你赶紧说吧 此事发生在五十年前 柔福公主 是宋徽宗的一个女儿 少年时性子很野 最爱和一些匠人灵人 结伴交友 其中的一位 就是当时的绝代名林 萧玉郎 传说中二人还有过一段 爱情 这种事情发生在宫里 简直是大逆不倒 皇后为事 也就是柔福公主的后母 对此非常不满 于是专门请了李学先生 以女德规训她 逼她缠足 令她知书达理 才渐渐有了公主的样子 后来靖康之乱 可恶 什么 那个李学先生可恶呀 要说可恶也是皇后可恶 要我说啊 要说可恶 那就是李教比较可恶 不是 我说哪儿了我 靖康之乱 对对 后来靖康之乱发生了 惊人难来 劫走了灰青二帝 将皇后为事和柔福公主 一众人等也一并劫走 宗室男女在京朝受尽了凌卢 柔福公主被收入到京朝盖天大王 完颜宗贤的帐下 做了十五年小劫 完颜宗贤又要将她送到 京朝的另一个大官那里为妾 可是 她竟然神秘地失踪了 半年后 有人说在尼姑庵 见过柔福公主 完颜宗贤带兵去找 却发现只是一个 眉目很相似的尼姑 又过了半年 在大宋 有一个天才将人 叫上官洪 因为得罪了大将军张俊 遭到了构陷 将要为处死之际 一个女子亮明身份 说自己就是柔福公主 救下了上官洪 假的吗 我觉得是真的 别急 这柔福公主 回到大宋的消息 传遍天下 此时 正是她多年不见的哥哥 宋高宗赵构做皇帝 她听说了此时 立刻将此女子迎入宫中 一见之下 觉得她长得很像妹妹 但又不敢肯定 赵构就让宫中的太监宫女 盘问此女子宫中往事 这女子都对答如流 但是有两个疑点 一 她变矮了 二 原来是一双小脚 现在却是一双大脚 他们就没问她为什么吗 问了 但是她的回答是 在荆朝天天劳碌负重 于是被压碍了 而且在卢往荆朝时 被驱使奔跑如牛羊 于是一双小脚 也就走成了大脚 这也太假了吧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我信了 皇帝和宫中的人也信了 于是大肆庆祝公主回归 柔福公主不愿意住在宫中 皇帝就在风景美好的郊区 为她建了一栋大宅子 她救下的巧匠上官宏 感激她救命之恩 甘愿来做她的仆人 她还收养了一个孤儿做养女 又过了十年 经朝南宋达成何意 完颜宗贤护送还活着的 赵构生母韦太后回到南宋 赵构非常高兴 欲举办一场宴会 让柔福公主也来参加 韦太后一听到柔福公主这个名字 立刻就说 这不可能 因为柔福公主在多年前 就已经自尽了 现在的柔福公主 是假的 杨威儿 假的 不是 她比你怎么了 没事 这两天睡得不好 有点困 你接着说 然后呢 然后 赵构就捉拿了柔福公主 将她处死 她的奴仆和养女 也从此不知所踪 这就是真假柔福公主案 说完了 现在各位侦探们 动用你们的推理 告诉我案件的真相 真相就是 你会不会听错故事了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我说的故事绝对没错 妈 你人格有啥用 不是 我那意思呢 不能当证据啊 你 公主本来是真的 后来怎么变成假的了 哎呀 她本来就是假的 她不愿意入宫 就是怕露出麻将啊 那也不对啊 上官宏连大将军 都不放在眼里啊 会给她当夫人 我不信 因为她就是 上官宏的爱人啊 啥 啥 大将军张俊全势熏天 文武百官无人敢惹 要想救出上官宏 非皇亲国戚不可 可真正的皇亲国戚 谁会为了一个匠人出头啊 就在彷徨无策之际 上官宏的爱人就忽然想起 早年被劫网金朝 依信全无的柔傅公主 她就将计就计 假扮柔傅公主救上官宏 没想到这招还奏效了 可她始料未及的是 这消息传得太快 她还没来得及藏起来呢 就被皇帝请请公主 指着硬着头皮一眼下去 蒙哄过关之后 立刻要求搬到宫外 这上官宏也就将计就计 进入到府中 表面上是仆人 实则是她的爱人 这一对苦命鸳鸯 双宿双膝没多久以后 就出事了 太后为事难归 事情就败露了 这就是真相吧 差一点 差一点 太监 宫女 都曾经和柔傅公主 朝夕相处 如果这柔傅公主是假的 根本经不起考验呢 也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相信柔傅公主是真的 那你如何解释 她变矮了 脚变大了 而且连皇后都说 她是假的 这一事实呢 这个我还想不通 那就再好好想想 后天晚上 让我来公布真相 你 你知道真相啊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 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 那也是真相 哦 不可能 太矩了 我 我 我 你 虽然你说你不想我 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再不见到你我会疯掉他 我就在想你 什么 人在天边 紧在眼前 红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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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爱你不配 你让开 未来我能杀了你 爱情如火 不动如删 你赶一二三 你赶一二三 五百一十四 五百一十五 五百一十六 我怎么越转越惊人啊我 再这么失眠下去 我不会死掉罢了 不行 这位少侠 这儿是富贵山庄侦探社吗 是 您想查案啊 算是吧 里边请 好 那不听 都别转啊 都喜欢你啊 来 贸易事 来来来 快 快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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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五公子啊 你认得我 您是赌场的贵客 这么说这位少侠也常去赌场 以前待过一阵 研究研究赔略 想着赚点钱 那我这新人说个意思 那研究出来了 那 不是 那看你们这穿着打扮 也不怎么风光啊 并没有走上人生巅峰 因为压根就没挣着钱 为什么呀 所谓的赌啊 没有真的赌 世界上大部分的赌局呢 在开始之前 就都已经定好了 你说得太对了 他们都出老千啊 现在明白了 您的人生就还不算输 这一大清早来找我们 该不会只是为了几具鸡汤吧 我来找诸位 还真就是为了几具鸡汤 那您找错地方 我们几个啊 还真当不了什么人生导师 不不不不 各位少侠成立侦探社 那就是对真相有追求的人 我有两个 关于真相的困惑想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勉强指导一下 我的第一个困惑是 先父曾经做过一件极大的措施 有人知道以后 就借此要挟 夺走了我家的宅子 我怕再遭迫害 就隐姓埋名 四处流浪 最近做梦 常梦到儿时 和祖母住在宅子里的情景 醒来是又愧又怒啊 我想告诉世人真相 夺回我家宅子 可是这样一来 我的身份就会暴露 举世非议也将随之而来 我犹豫了 我不敢行动了 各位少侠 我该怎么做呀 你别口拒 告诉世人真相 躲回你家宅子 对啊 这错误是令尊造成的 又不是您造成的 世人想非议就让他非议去呗 对 没错 比起内心的痛苦 外界的压力 什么都不算 况且你也不是真的怕 外界的压力 你就是拖延症 原来如此啊 搞定一个 那您另一个困惑是什么 我的另一个困惑是 有几个人 无意之中霸占了我家的宅子 可他们又偏偏是我 特别尊敬的人 我非常犹豫 怕对不起他们 所以到现在 也没有告诉他们 事情的真相 别犹豫 告诉他们 既然您尊敬他们 如果他们也尊敬您的话 自然会把宅子还给您的 没错 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之后 还想继续霸着您的宅子 就说明这群人 根本就不值得尊敬 您支援一声 到时候我帮你 让他们滚出去 况且你也不是真的怕 对不起他们 你还是偷延症 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 谢谢各位少侠 太客气了 客气 哎呀 你还当鞋 一点小鞋 一共挂挂扯 这么咋就 没费就是那好 那就请各位少侠 把富贵山庄还给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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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